现在外面下雨 然后今天我们是打算去逛街 我之前一直想跟你们就拍那种 跟我一起逛街的视频嘛 然后今天正好有时间就去逛一下 今天外面臭冷我就 裙子外面戴了一个风雨 就下大大的 到室内再脱掉 现在来到了红月城这边 然后为什么来这个地方逛呢 是现在快烧品牌蛮多的 就选择这个地方来逛 但我不知道今天能不能逛的好看的衣服吧 就是看吧 我想自己选几件 然后再让我男朋友帮我选几件 可以让你们看看他的眼光到底怎么样 逛这一家风泽就是有一点点鬼马的感觉吧 然后其实我没怎么在他家买过衣服 刚刚看到海报上还有几件喜欢看 这件 这是我选的第一件 然后我觉得这一件的话 就是我还挺喜欢的 就是这种比较休闲宽松的 夏天反正就套一个这个裙子 然后这裙子的长度还挺好的 它已经过了就是这一块 所以就是我觉得还挺显瘦的 它可能就是如果小个子的话 可能觉得没有什么腰身 那我觉得可以自己到时候记一个腰带什么的 这个都可以自己去解决的 然后这种的话 一般就可以背个帆布袋或者双肩帽什么的 去出去玩的时候穿这个应该也还可以 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就是里面应该是要加那个白T 但是我觉得我觉得没有刚刚那个好看 这两个不是这样搭的 也是因为我今天穿裙子就没有穿那个 没有选搭这个的衣服 搭这个的下装 我们就单看这个衣服 我觉得今天衣服还挺好看的 我觉得男朋友眼光还是可以 领口我很喜欢 就是有点可爱的感觉 然后蓝色和这个绿色搭配挺好看 嗯 还行 还可以吧 我确定要不要 这个裙子 这个吗 对 你觉得这一件吗 我会我选一套吧 我现在是在这儿了 吊带的领分略略低 所以我觉得低调可以 然后就是我穿的略微一点大 因为我觉得我站起来拍有一点点 就是显得短显得肥 就是比现实当中看的丑一点 这裤子我想再选一个小一点的试试看 这个衣服上衣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它就是有一点点小复古的感觉 然后我试穿的S码我觉得差不多 因为我手臂肉还挺多 我最近真的长好 这边还是要减肥 结果中间没有忍住了吃东西 但其实我个人还挺喜欢的宽肩带的这种设计 然后还有它整个针织的这个 这个材质我觉得都还挺好看的 但这个 胸围这边我觉得有一点点 略近 底下比如说搭配一些这种高腰扭感 我觉得我这个大的一般吧 搭配那种高腰扭感 或者是 短裙啊什么都应该 那的话 比我想象中的好看 其实原本我一开始拿 到时候我觉得这边怎么会设计一个相当于就是 突然收紧的一个部分 后来发现其实它这个收紧的部分会有一个腰身的这个体现 然后它这个整个的材质也是这种棉麻的 所以上面是比较舒服的 好像这种大格子的也挺好看的 底下搭配紧身裤裤的裤都应该还不错 这个裤子就是会有点尴尬它要不就短一点要么就再长一点就是这这种长度其实挺干嘛 所以你腿特别巨短 好干嘛 那今天好干吗 因为他行吗 行那你拿一个 这也可以 后来 我是不是拿这个吧 8件 这个是 这个是那种针织的 然后它这种有小复古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再短一点就好了 这个是我男朋友选的 原来这个体配这个巨子也不错 好恼心 黄色的这个衬衫呢 其实我觉得比视频里面看着更明亮一点 这个有点偏黄 然后这个衬衫就是现在如果很热的时候穿 确实是有一点点热 但是我觉得是可以当那种外套穿 就是你里面搭配那种T和短裙 然后外面加一个这个 这裤子很喜欢就是 舒服 然后这椰子也是比较夏天一点的 其实这样就好像腿巨短 这样还好 果然没有帮我选的这一套 这一套就是还可以 但是不太是我平常会穿的这种风格 就这一套还挺显腿长的 因为没看的好看的那我就不选了 也差不多 对买了好多衣服 然后反正优衣裤如果网上有好看的 我可以在网上直接买到时候跟你们分享 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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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